等於叫我假裝Prosity 然後我幫你去 Prosity是讓你有代理的意思 我代理那個Client 就我幫那個Client 去AccessCNN.com CNN的News 然後我再把代理抓回來 然後放到Prosity裡面 然後呢跟Client溝通 那這樣Client就被騙過了 因為Prosity跟這個Trading side 跟原來那個Regional side是同一個 它是原來那個賽過來的 所以這個是利用Prosity 然後Bypass這個CrossDomain的 Bypass the same origin policy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普遍 就是這個 的做法 那這個當然在Web星星技術的課程裡面 大家都有談 不過我自己的感覺是 能夠理解人不多了 好那我們看看 怎麼看看例子 那這個例子是 是一個PHP的code 這是PHP還是 這邊是ASP.NET 一邊是ASP.NET 一邊是PHP的code 就是 就是 這邊的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把Prosity呢 放在ImplacedRunning的 SameDomain Developer呢 他push內容 on the web 就說這樣子 我把內容 我把Prosity內容 把它push到它 push給這個Client 那這個 Prosity的這個長相是什麼呢 這樣PHP的比較簡單 PHP的話 你的這個Prosity 大概長相就這個樣子 就是open了以後 read了以後 就送去 就送去給Client 那這個 左手邊這裡呢 是Prosity用這個 SV.NET的這個寫法 來 來做的 那 那這個時候 如果這個Prosity 已經擺到Server端了 已經寫好了 寫到Server端了 那我要做什麼 這個就Prosity Prosity本身 Prosity要在那裡 那 那我程式怎麼寫呢 程式就這樣寫了 就它Prosity 這個是 這兩個是Prosity 程式 我們剛才說 直接你去 accessCNN.com 或Yahoo.com 假設你從我這網路去access 那是不可以的 可是在這裡 怎麼樣 你去open 這個Prosity 然後呢 再 再由那個Prosity去accessCNN.com 所以 這個 這個就是 你會以原先的 那個 目錄之下的 的這個 設定的一個Prosity 安裝一個Prosity 然後從那邊再去access 那這個 就是有Cross Domain的access 用Prosity來做 所以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 fancy的 就 沒有特別的 就只要這樣做 你就會做了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在 雲端的裡面的話 這個Prosity 運用的會更 更多元 Prosity一方面 是最安全的方面 避過安全 或保護安全 或做lock 它有好多的作用 Prosity有好多的作用 那用在雲端的時候 它有什麼樣的作用呢 它可以 暫存一些 Prosity 很多時候就用作暫存 我們一開始介紹HGP Prosity就用暫存 Prosity還可以用作暫存 從雲端那邊資料庫抓過來的這些東西 雲端資料庫 access都要Pay 都必須 因為後端的沒有一個服務 是不要錢的 我自己常講說 Second Line 又要跟我收好好幾千塊 可是 就擺在它那裡 大家有不同的收法 可是 可是這個 如果你要減少 如果像雲端 它現在比較按照你的access 存取的這個數量 來收費的話 那 那這個 後端的這個Prosity 有在Servor段的Prosity 你就可以把 一些要存取的資料 就先把它放在Prosity上面 然後呢 在 那就減少 那個存取的資料庫的 讀取的 什麼的次數 來節省這個資源 OK 好 那這個當然是 用Prosity來做的 那 那你用了Prosity以後 Prosity本身 會不會有危險呢 當然 多加一個東西 你的問題就 就更多了 那Prosity 透過這個 只要透過Bridge 或透過Prosity 我想你們如果修網路的時候 大家就講說 什麼是Bridge 什麼是Gateway 這些我想 這個Hub 這些 應該都 這些東西有不同 我想應該都提過 Hub Switch Router 這些 那 我們現在講的 都是軟體的 我們現在講的 不管是Bridge 或是Gateway 或是Prosity 都是軟體的 有軟體的 System的一個模組 它在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有這麼一個 我們加一個 這個Prosity 的話 這Prosity有什麼 有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那 以下就是有可能發生幾個了 那 HV Header Check 就是說 Prosity 他要送給 他要送給 Club 送給 這個 Client 端的 這些內容 Not to send any traffic to the browser With Simple 這兩個的 Content Type 也就是說 你 你的那個 Content Type 最好不要 你既然是 你自己設定的 Prosity 你不能把別人 所有的 那個簡單的 HTML 或Planetag 就直接就送給 Client 那如果 那個 那個 來的 那個資料 也就是說 這樣講 我們現在 等於是 我們加一個Prosity 由這個Prosity 把這堆送出去 我們加Prosity 那個幾行 剛剛PHP沒有幾行 就可以加 就寫好一個Prosity Prosity 其實 其實比寫這個 比寫這個 Client跟寫Server 都簡單 因為Prosity 它就是 它對Server來講 它是Client 對Client來講 它是Server 它就是中間的 接到的東西 我再把你傳出去 去抓東西 我帶你 你去抓東西 抓過來以後 我再帶你 把它再傳 傳回去 讓Client 以為它是Server 讓Server以為它是Client 所以Prosity 它只是中間 做一個媒介 那 可是 你有一個責任 為什麼 因為 第三方 有可能是惡意的 所以 丟來一個HTML 或是Tax的檔案呢 你直接就把它送過 那裡去的時候 那是比較危險的動作 所以它剛剛講的 Header Check 就是這個意思 HTB Header Check 就是說 如果你是直接用TaxPlan 或是TaxHTML 那這邊可以造成Corsair Scripting的Attack 在前面就有這個例子 那怎麼辦呢 所以你可能 所以你可能 你把這個東西 用XML當作ContentTime 或其他的 那這樣Browser 至少可以變成一個ContentStream XML 送到這個 那邊的JavaScript 然後再來做處理 就是你要多做一些 Checking跟Filtering的動作 那這些動作 我們後面還有很多的地方 都會一直在強調 就是說你 你如果直接到Protocol裡面 把它最基本可以Work的那種形式 抓到了以後 就傳到 傳給這個使用者的話 那使用者會受不了的 就是說使用者 就是會比較危險的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是 Entrusted Content Analysis 那這些來的Information呢 有很可能是 恶意的 Entrusted Content Developers should provide the theater for greater than and larger 就是 左括號跟右括號 less than and greater than to remove any malicious traffic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如果上個禮拜 有談PHP的話 我們這個是一個重點 要談的了 就是說 使用者直接打進去的 或是我接受到的 那個左括號 就是大小於號跟大於號 這些符號呢 我要特別的注意 因為這些符號 代表是一個標籤的起始 標籤的 那 那 一般來說 我如果加screen裡面 有 注意 有這個左括號 右括號 我可能我就先 我都會把它變成什麼 一開始變成這個 amperset 我說這個是 如果你記得 web的第一門課程的話 那你就知道 那些是default或是reserved的entity reference 對不對 你用一個amperset 然後less than greater than 表情很像都很陌生的樣子 是不是 這個 這個應該是最早一定那個asset的考試啊 一定都以我們的這個大於小於 要避免這個 有好幾個嗎 他們的這個 就是這幾個符號 那 那這些符號 你要做一個fitter的動作 或你要用這個來取代 好 原來的大於小於 好 那 那一方面 我們說為了避免這個confuse 一方面也是因為安全 好 你不要讓直接 別人直接放進來的 好 那你就 就知道 這個就是別人attack的 我自己呢 是已經用 用過一個 用過一個phrase的動作 好 但在這裡的時候要小心 好 那不同的版本 做法不同 好像patch面 有好幾個版本 做法不太一樣 有的是 他 他已經幫你全部做好了 有的是 你要自己手動去做 那這個叫 叫自己要注意一下 他已經用什麼版本 那常常他不太相容 完全不做 那你完全不管 那當然就是最不安全的 那 如果你管了以後 版本不對 那 那 浪假會錯掉 OK 好 那另外 是one way channel for attacker 那 那基本上 Corset Screaming 那些攻擊者呢 他用plasty 當作一個channel talking back to its own site 就是說 你如果plasty 本身的那個安全沒做好的話呢 那 那他這個 這個plasty就變成一個channel 去 去跟他原來的那個sites 去 溝通了 他本來 你這個process 是要跟你的user溝通的 跟你的這個 不同的client溝通 可是如果 如果這個被 不管是hijacking 等等 他就有機會跟其他的 他的這個onsite去做溝通 當然這邊也有這個 例子 OK好 那這個就是 以上就是這個 cross domain bypass with proxy 就利用plasty來避 來避過這個sop的 same origin policy 那第二個部分呢 是cross domain bypass with callback 利用callback 那callback這個東西是 要 要這個 避 要 要網站配合的 那 程式設計師也要配合的 一些 一個動作 plasty那個是 比較能夠 能夠這個 一個比較像general的機制 但是那plasty 要寫得好就是 那 那callback的機制呢 是 當然同樣也可以避過sop的 那有一些part 譬如說雅虎 像 容許你去 就是他支援 這個callback的機制 那很多網站 他不支援你callback 你就沒有辦法用 所以 要要支援 那他支援callback機制 如果他支援 callback機制的網站呢 那 你就 你就把 這所謂的callback這個機制呢 implement在這個script的 attack裡面 不直接去call 但是你把它 用街上的方式 把資料傳回來 然後再來call你自己的 一個 一個程式來執行 就 你要 你要其他網站的東西 那你不是直接去 去那個 網站拿 你看起來 像是我把它東西 變成一個 一個這個 參數把它抓回來了 街上的形式 傳回來 你不是 呼叫它 傳回來以後呢 再出教你自己這邊的一個callback function 來執行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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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動作 所以 所以這個是 叫callback 叫回來 callback回來 那 中文我不知道怎麼翻 那 那 那這個 所以 你使用這個 如果是不 不 用這個 square tag 然後網站允許 就bypass 這個sema religion policy 然後就可以做cross domain的呼叫 我們看看怎麼做 這有一點點複雜了 這個程式 沒有說的話 投影片 要仔細的看 這個 這個 這個程式 呃 這個 它有好幾段 你看它前面是HML開始 最後HML這個部分 在裡面 有 有這個幾個方形 加上script 有這個profile callback 這個 這是第一個方形 那這個是產生 json 等一下我們會再談它怎麼做什麼 那第二個是 json callback new 然後 這個 這個做什麼 這個它 事實上 把 傳回來的東西 要放到 放到 Dome裡面去 這個 get profile 這是你第一個要指定 這個是這兩個 這個程式會呼叫 這個get profile呢 get profile 這裡 它呼叫 上面兩個程式 它這邊會用到 就這樣 get profile這裡 它 它會 產生一個 這個request 那這個request呢 裡面有 有 有這個 有要 要用到callback 叫profile callback 然後呢 也呼叫下面 json callback new 就是這邊 json callback new應該在主程式 在主程式呼叫 OK 在這邊呼叫 OK 在這邊呼叫 OK 所以 我們先看看它架構了 那然後 下面是 直接跳到 S 就這一張 就彈鍵 有什麼 ampa 谢谢大家